有这是个特征的女人,其实早就偷完人了 现代社会,不仅仅是男人会发生婚外情 女人出轨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有的女人是为了感情,有的女人是为了金钱 总之原因很多,虽然女人的心思比较细腻,比较会隐藏 但是偷人之后还是会有很多和平时不一样的表现 男人不要太过于粗心,被戴了绿袜子一样,还洒洒的不知道 那么女人出轨后会有其中表现,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经常借口也不归属 当女人和男人结婚以后,都会把心铺在自己的家庭上面 女人为了家庭会牺牲很多,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朋友一起应酬玩耍的 他们会安心地照顾丈夫和孩子 所以女人的朋友不会太多,只有一个两个知心的闺蜜 而女人在外的应酬也不会很多 如果你发现以前按时回家的女人,现在总是找借口不回家住了 那么你就要好好地想一下,你的女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问题 二,回避和丈夫的亲密关系 女人和外面的相好一番雨以后,回家之后多半都会心虚,不敢自灭丈夫 避免和丈夫出现眼神的碰撞 对于丈夫的亲密行为,总是找各种理由躲避丈夫 即便是同床,也是坐坐样子 表现得总是不冷不热 当女人和外面的情人激情过后,身体自然就会被掏空 回到家自然就没有了精力对付你 即便勉强和你亲热,你也能明显感受得到 她的水意敷衍 三,开始着重自己的外貌 出轨的女人注重打扮,目的是吸引自己的情妇 四,出轨的女人总是有时间,就是想和情人鬼混 而且她还要配合情人的时间来做安排 所以一般出轨的女人,时间观念变化很大 没有固定的时间规律 本来规律的上下班,现在却总是出现很多莫名的借口 比如说堵车,参加聚会,开会等等